俄罗斯换帅如换刀 刚刚因为西方国家加大援助而洋洋自得 泽连斯基 马上就感觉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猛烈火力 昨天给大家说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清朝出动 出动多艘潜艇不知所踪 再加上顿巴斯前线战况猛烈 俄罗斯突然开始发力夺回多个战略据点 很多专家都在猜测 俄罗斯这一次有可能会再次东西加工 打响敖德萨的登陆战 就在今天 乌克兰媒体传来一条更加劲爆的消息 在继俄罗斯黑海舰队清朝出动不知所踪之外 俄罗斯17架战略轰炸机也同时出动 突然参加到了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之中 这是俄罗斯首次出动如此之多的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目标发动袭击 今天乌克兰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 再次遭到俄罗斯的猛烈轰炸 基辅等多个城市陷入停水停电之中 同时更是将顿涅斯克州 通往巴赫木特方向的火车线路直接拦腰斩断 直接切断了乌克兰 对巴赫木特前线的后勤不及 这是俄军在全面攻占巴赫木特门护索列达尔之后 再次对巴赫木特做出的又一动作 看着架势这是要将巴赫木特来个瓮中捉鳖了 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刚刚上任 俄罗斯就开启了久违的海陆空三军集体出动 送给了乌克兰一份厚重的大礼 其实俄罗斯这次换帅 由格拉西莫夫就任乌克兰特别行动总指挥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协调俄罗斯各军种之间的配合 我们看到虽然换帅 但苏罗维金仍然是实际指挥战斗的副总指挥 要知道 此前苏罗维金仅仅是俄军的空天军司令 如今要同时指挥海军和陆军 自然会有人暗中不服甚至是半次 而如今就不同了 格拉西莫夫亲自担任总指挥 就是要打通俄罗斯海陆空三军指挥的屏障 俄罗斯这次之所以突然发力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针对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报复行动 我们之前的文章当中给大家说了 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 向乌克兰援助重型坦克以及战车等重型武器装备 这严重的挑衅了俄罗斯的底线 俄罗斯就是用这种升级战争的方式 告诉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 你们想挑事俄罗斯奉陪到底 所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大家都摆出一副我们要孤注一掷的架势 新一轮战斗即将开场 而且会非常残酷 甚至现在就可以断言 无数目前还在活蹦乱跳人 不用多久 将会暴施荒野 化作累累白骨 为啥这么说呢 从军事角度来看 格拉西莫夫这次出任总指挥 已经是俄罗斯人能打出的最大一张牌了 从中能看出些什么来呢 一是战争升级了 苏罗维金虽说之前是总指挥 但他毕竟实质是空天军司令 指挥资格不够 今后俄乌之间的战争 就没有前线后方之分了 如果需要 整个俄军都会投入战斗 二是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将会加大 同时也意味着和谈无望 这场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持久战 说俄罗斯已经孤注一掷 还不光这件事 还有另外两件事 一件事是1月10日 梅德威杰夫跑去了圣彼得堡 视察了第61装甲修理厂 还在厂里 召开了军事装备 和武器生产监督会议 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必须比北约更快 更好地生产出武器来 第二句话就杀气腾腾了 谁要是不能按期完成生产任务 就送他去坐牢 他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在前段时间 普京签署命令 任命他为俄罗斯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 第一副主席 这个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主席 是普京本人 监督军工生产的 不光是梅德维杰夫 普京也在拼命催 总统亲自当督工 哪怕放眼全世界也很少见吧 这说明了什么 俄罗斯这次也是孤注一掷 准备把所有资源都掏出来 把这场仗打赢了 俄罗斯为啥这么拼呢 因为美国和北约 欧洲最近也很拼 1月10日 北约和欧盟签署合作联合宣言 里面赤裸裸的说要加强欧洲集体防御 对付俄罗斯 当天上午 在北约总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还共同出席了宣言签字仪式 这个宣言千万别小看 它意味着在地缘政治结构方面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欧洲和北约已经完全结合了 在这之前 虽说欧盟和北约在很多方面 大家的成员国是重叠的 但在立场上还是有多少有点差异的 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 舒尔茨 很长一段时间 总是想着要劝和停战 很多欧洲国家送乌克兰武器 他们是肯的 但像坎克这种进攻性的重型武器 他们就不肯了 总之就是尽量不把事情做绝 总想留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余地 但现在不行了 一是今年欧洲遭遇到了最暖和的冬天 欧洲国家暂时不缺天然气 胆子大了很多 另外就算想要 他们也没法要到 因为北西管道被炸了 二是欧洲不少领导人被地理的把柄 被美国捏得死死的 像在去年12月中旬时 马克龙的政党总部 就被他自家的检察官给抄家了 说怀疑马克龙在选举时 资金有问题 马克龙当时装没事 还去了卡塔尔看世界杯 但在看世界杯时 神态失常 好几次极其夸张地站起来欢呼 他身边的国际 欧洲足连主席呢 可能知道一点内幕 却神情冷淡 在冷眼旁观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去年7月 所属的政党开大会 有好几个参加会议的女人说自己被迷晕 可能被人动过什么手脚 到现在为止 案子还一直挂着 没结果也没进展 就像一把利剑 时刻悬在他的头顶 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印度人 地位不巩固 别防着前前首相约翰逊 还有特拉斯卷土重来 前段时间有人恰到好处的爆料说 约翰逊在首相府 特拉斯在一个别墅开派对之后 有人发现有神秘的白色粉末剩下 这两人肯定也知道放话人啥意思 之后就屁都不敢放一个 更别说再去挑战苏纳克了 之前欧洲还老是吹牛叉 说要欧洲独立自主 要建欧洲军什么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一个个翻出来后 这些欧洲领导人背地里 很可能冷汗直冒 纷纷摸自己的脑袋 所以这段时间热闹了 欧洲国家的积极性突然非常高 英国人说 我们准备向乌克兰人提供挑战者二坦克 当年海湾战争用过 非常好使 法国人说我们先走一步 已经送给乌克兰人轮式轻型坦克了 德国人说我们抱二坦克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送给乌克兰 美国人当然挺开心的 大家表现这么积极 非常好 然后美国人准备开个超级国际大派对 据说要东拉西拉 拉足五十个国家 开一场援助乌克兰的国际大会 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个大会 对这些国家搞摊派 别看这个会议热闹 其实美国这次也是孤注一掷 因为自从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啊 想打谁就打谁 谁被打了还不敢哭 结果做梦都没想到 去年二月突然冒出个俄罗斯 居然敢举兵 对他的霸权搞武力反抗 照美国人之前的做派 他应该立即下场 和俄罗斯打一场 但俄罗斯有很多核武器 他又不敢 所以只能搞搞经济制裁 送点武器援助 玩玩代理人战争 利用信息技术优势 给乌克兰人提供情报什么的 想把俄罗斯人拖垮 但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也有个特点 从他出现以来 对外作战 特别是搞主动进攻 向来极其拉胯 持败仗势尝试 但他属于耐力特强的那种 特别能经得起号 在历史上很多战争的胜利 并不是他有多能打 而是他有多能耗 对手耗不过他 就被他整死了 现在战争到了耗的地步 美国其实也是没招了 到这里事情就说的差不多了 来个简单的总结吧 一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 这场战争的性质 已经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俄乌之间的冲突 而成了维护和反对美国霸权之争了 二是这场战争输赢 判定的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对俄罗斯人来说 只要能坚持下去 熬过欧美的经济制裁 在这场军事斗争中挺住 就算胜利了 对美国人来说 这场战争要能称得上胜利 必须是俄罗斯完败 退出乌克兰所有土地 对美国人来说 再次学习